这笑容看来轻松不少 新年开工 但行政院长苏贞昌 需要帅团队总资 卸下当了1478天的隔魁 没有多说 随即回到镇院 而苏贞的最后礼物 给隔园送上茶壶 这个应该是茶壶跟茶叶吧 能够耐得住高温吗 而苏贞昌还直言 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 他是带头的来承担 看看左右几乎被肯定的留下来 这话似乎也间接说出 在野党的抨击 内阁变动幅度不如想象的多 尤其几位争议人物 像是陈吉仲 薛瑞源都被留下 陈院长找你的时候 还有没有跟你做些什么 谢谢 那原本是不是永逸要回学校 努力做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 两个球队比赛 没有说上场的球员是有对方指定的 这才是薛瑞源 而最后一波内阁名单 国安部分外交部长吴钊燮 国防部长邱国震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都留任 似乎总统在用人上还是核心圈为主 倒是少数真的要离开内阁团队的副院长 盛容金传出他将接掌公演员 是不是说有要可能来接公演员 有想好能下 苏葵自豪的会做事团队下台一局功 灰灰衣袖 苏贞昌的心情全写脸上 TVBS余姑奇李国这里自恒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